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840年 直立府定兴县某村的村口走来一群扛敲的农民 他们来到村口一间 废弃了许久的茅草屋前 合力推倒了这间多年没人居住的房子 推倒房子之后 他们准备用来建一个戏台供村里人唱戏 茅草屋里有一个很大的土炕 众人挖开土炕后 竟然在里面发现了一具干尸 尸体藏在土炕之中 由于土炕干燥 尸体并未腐烂 村人见挖出干尸 赶紧去县芽报案 定兴县直线梁宝书 梁树明的曾祖父文报 立刻带着芽艺前来勘验 无作检查尸体后发现 干尸是一个男子 年纪在50岁左右 尸体已经萎缩成了一团 尸体头部被砸扁 确定是致命之伤 其余部位没有任何伤痕 死者生前肯定是被人从身后袭击 头部遭到重击致死 然后尸体被埋入土炕中 一直藏到了现在 梁建林问干尸是谁 村长说干尸应该是村民韩桂 其余村民看了干尸之后 都赞成村长的观点是对的 韩桂是个靠帮人打工度日的人 他原本是从外村迁来的 据说他家里闹饥荒全家死了 只剩下他一个人逃荒到了本村 从此在本村扎根下来 韩桂为人老实勤快 却由于家贫一直没有娶妻 三十岁那年 韩桂靠省吃俭用积攒下了一笔钱财 请来村民们帮忙修建了这间茅草屋 韩桂又向村里张才主家借了十两银子 娶了十五岁的刘氏为妻 刘氏的娘家也贫穷得很 为了韩桂这十两银子把女儿嫁给了她 韩桂取了刘氏后 生下了儿子起名叫根柱 韩桂一家三口就在这间屋子里生活 不过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三年前直立发生大旱 市地千里 积民哀嚎 民众无以为生只得逃荒 当时逃荒不外乎两条路 一条路是走西口 一条路就是闯关东 韩桂一家三口跟着人群逃难 由于他们家是外地搬来的 又独门独户住在村口 与村里人交往不多 而且在荒之年谁也管不得谁 所以人们也就不知道 他们一家去了何处 也许在路上已经饿死了 梁县令又询问了韩桂的雇主 雇主说韩桂为人勤恳老实 但后来不知为何酗酒如命 他喝醉了之后就毒打媳妇和儿子 家里的锅碗瓢盆经常被他砸坏 有好几次连煮饭的锅都砸烂了 不得已大晚上跑来给他借锅去做饭 韩桂脾气变得暴躁不已 村里人见他毒打媳妇和儿子 起初还有人前来相劝 但韩桂不领村民们的情 还把来人辱骂一般 村里人见韩桂如此无礼 于是便不再管他们家的事情 反正儿子老婆是他的 打就打吧 三年前直立发生大汗 韩桂一家跟着人群逃亡 至今生死下落不明 若不是村里人拆掉了抗灶 人们还不知道他已经死在了抗灶里 韩桂死在抗灶里 这是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梁县令问了村民们之后 觉得此案是一桩无头案 只有找到刘氏母子才行 于是让村长将韩桂的尸体掩埋 并发布海埔文书逮捕刘氏母子 三年之后 梁县令依然未能破案 不过他已经认满高升 这桩案子再次沉寂 此时直立又发生了蝗灾 大地一片焦黄 蝗虫长得如大拇指一般粗 这天闭日到处都是 无以为生的农民们 开始结伴走西口 闯关东 纷纷逃离了本地 在逃亡的路上 到处倒着因为饥寒交迫而死的尸体 在逃亡的人群中 有一个叫流才的中年男人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韩贵妻子的哥哥 也就是大舅哥 流才与逃难的人群 翻山越岭 咒服夜出朝东北赶去 他们的目标是越过边境线 进入关东 闯关东其实是一件冒险的事情 因为自从清军入关以来 清廷就把东北三省化为龙兴之地 对于汉人来说属于禁区 私自到东北三省生活的人 是要犯死罪的 清廷虽有禁令 但禁令敌不过天灾 大量难民要吃要喝 东北三省人口稀少 土地广阔 灾情所在的官员们 都希望灾民们去闯关东 走西口 把大量人口转移到省外 减少本省的灾情压力 当然 边关地区的守卫 此时已经不像当年那样严格了 这些兵兵中也有不少汉人 因此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要难民们不在巡逻期间被抓到 他们都会放进去 夜晚是巡逻时间最少的 所以很多难民不得不在夜间行动 刘采总算服大命大 他踩着逃难人的尸体 走进了奉天城 此时距离他逃出定兴县 已经过去两个月了 奉天城由于闯关东人口的暴增 这里已经形成了一座 规模很大的城市 街面上到处都是临次置笔的楼房 大量汉人和满人在此杂居 相比起关外的残酷景象 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按照传统闯关东的难民来到东北后 无论有没有手艺都要找当地的人帮忙找工作 这个中间会给帮忙的人一笔费用 办事的人拿了这笔钱后帮忙找工作 也算是拜了码头 当地的地痞无赖 也就不敢欺压外来者 当时的人都比较讲信用 因此也很少出现有欺骗难民钱财 把难民当成猪仔宰割的情况 惊人介绍 刘才找到了一个60多岁的当地化石人 帮忙介绍工作 刘才给了化石人一吊钱 化石人很快就帮忙寻觅到了一份 到杂货铺当佣工的工作 这位60多岁的化石人也来自定兴县 因此给他找的工作也是一家定兴来的人开的杂货铺 这叫老乡帮衬老乡 日后发达了还要去给化石人送报洗钱 当地的化石人以此为生 有本事的化石人都混得很好 那天中午 化石人带着刘才到了城里一家杂货铺报到 到了杂货铺里 化石人高声韩老板出来 不多久就见一个年轻男子从内屋走了出来迎接 刘才远远看去发现此人有些眼熟 再仔细端详发现男子竟然是自己的亲外甥 刘才连忙迎了上去 拉住外甥的手 忙问他的母亲在何处 这些年他们日子过得如何 年轻人见刘才拉着自己不放 先是愣了一下 紧接着就说母亲在屋内休息 晚些才可以出来见他 年轻人问舅舅为何来到凤天 为何会找到了这里来 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了 刘才见到亲人 一路上参风露宿 死里逃生的各种心酸 一下子涌上心头来 竟然忍不住哭了起来 化石人见他们是一家人 于是为刘才感到高兴 说了几句好话之后 便离开了杂货铺 刘才遇到的年轻人 就是亲外甥跟住 跟住的母亲就是刘氏 也就是韩贵的妻子 当天夜里 跟住弄了一桌韭菜 请来母亲刘氏见面 许多年未见 又是生死之后团聚 原本该高高兴兴的 刘氏却一直阴沉着脸 刘才满脸堆笑的嘘寒问暖 问妹妹一家 当初是如何逃难到此的 媚伏韩贵为何又不见身影 刘氏见哥哥问话 回答他说当初直立大汉 他与韩贵带着儿子一路逃难到此 韩贵在路上染病身亡 他们母子辗转来到这里 套帮人打工挣钱 好在这几年非常顺利 他们后来经营小买卖 终于积攒下了一笔钱 盘下了这家杂货铺 如今生活无忧过的比赛定兴好 只可惜韩贵已经死了 没有享福 紧接着 妹妹刘氏又说 杂货铺从去年开始生意清淡 已经很久没有浸润了 虽然他是亲舅舅 但多一个人就多一张嘴吃饭 改天他再去找华氏人帮忙 重新再给哥哥找一份工作 杂货铺里实在是安排不下人了 刘才原以为投靠了妹妹 从此衣食无忧了 没想到自己还未开口妹妹 就这样安排自己 心中甚是不快 刘才哭丧着脸哀求流逝 他说自己一路上 是从死人堆里爬过来的 如今在城里人生地不熟 出去也是干一些卖命的事情 也不知道能支撑到何时 他可以不要一分工钱 只要妹妹能收留 他在家里有口饭吃就行 刘才哭着哀求刘氏 刘氏从抽屉里拿出一吊钱来递给他 让他明天早上就动身回去 守着家里的房子和土地 免得被人霸占了 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 刘才自己身无分文 出去肯定会被饿死的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刘才抹了一把眼泪 收起了那吊钱后离开了妹妹家 刘才的心情是复杂的 刚刚遇到亲人的他 以为时来运转了 没想到很快就被浇了一盆冷水 刘才回到租住的旅店后 一边咒骂妹妹和外甥无情 一边无奈地收拾行李准备返回 刘才收拾好行李后 划事人上门来找他了 划事人一来是想问问 刘才工作是否已经落实 二来也是想讨个彩头 刘才拿出几个铜板请划事人喝酒 全当作为报答 由于心情不好 刘才连喝了几杯酒后 渐渐有了醉意 他大骂妹妹和外甥无情 划事人听了刘才的抱怨 觉得非常惊讶 既然是亲人 为何不留下他呢 刘才一听到亲人二字 又开始骂了起来 划事人见刘才不像是在说谎 于是便问他刘是何根柱 真的是他的亲妹妹和亲外甥 刘才有点不耐烦了 他说他们化成灰 都是他的亲妹妹和亲外甥 打死都不可能有假 划事人听了刘才的话 顿时脸色变得阴沉起来 他一把抓住刘才的手 严肃地对他说 你说什么 那老板娘是你的妹妹 老板是你的外甥 他们分明是一对夫妻 这街道上谁不知道 他们还生了两个儿子 这怎么可能呢 刘才听了这话 当时吓得清醒过来 冷汉不断往胃里钻 他终于明白了为何妹妹 要千方百计撵走自己了 刘才此时恨意正浓 反正你们不收留我 我也让你们不得好日子过 刘才当即灌了两大口酒 硬拉着划事人 和他一起去奉天府衙报案 奉天府尹一听 觉得此案真是奇闻 于是立刻让人将刘氏母子批捕 按照大清律律规定 母子思通属于十恶之一的大罪 律律规定 死小公以上亲父祖妾 及与何者斩 小公是什么意思呢 小公就是祖父的兄弟姐妹 父亲的兄弟姐妹 本人的兄弟姐妹三代直系亲属 母子成为夫妇 又生下两个儿子 如此行为更为严重 罪则更重 案律是要灵迟千刀万寡的 奉天府尹将刘氏和跟住杖则二世 二人忍受不住拷打 且有两个私生子为政 只得说出了实情 二十多年前 韩贵借了十两银子 娶了十五岁的刘氏为妻 成亲前几年 夫妻二人和谐和睦 并没有什么不开心 第二年 刘氏生下了儿子跟住 儿子渐渐长大后 韩贵才发现这个儿子 可能不是他的 因为有人传言 刘氏在嫁给他之前 已经与人私通怀孕 这也是为何刘家 赶紧将他嫁给韩贵的原因 韩贵觉得自己 被骗了钱财又骗了感情 从此变得酗酒如命 性格暴躁 韩贵想要修了刘氏 又想到自己贫穷难以再去 且又舍不得刘氏 所以苦闷烦躁的心情憋在心中 脾气变得暴躁 他常常把自己喝得烂醉 回到家里后就毒打刘氏和儿子 韩贵酗酒如命 把辛苦攒钱买下的地都给卖光了 一家人的生活 靠刘氏一个人给人缝洗衣服度日 这种苦日子过了十六年 儿子跟住长成了大小伙 此时刘氏才三十来岁 正是青春之时 儿子跟住十六岁 在当时已经是成年人了 韩家只有一间房子 只有一床大通铺的炕睡觉 所以母子同居一室 共眠一炕 刘氏和儿子常年遭受韩贵毒打 心理已经产生了变化 母子二人竟然同南相西 做下了龌龊 苟且之事 道光十七年 公元1837年9月18日 韩贵出门打工回来 喝醉酒后又开始毒打刘氏母子 韩贵这一次打得很凶 抓着刘氏的头发往墙壁上猛撞 刘氏的头发被揪得一撮一撮地丢在地上 刘氏痛哭哀嚎 跟住此时见韩贵下手如此重 多年的积怨顿时发泄出来 举起顶门的大棍子 使劲全力甩起来砸向韩贵的脑袋 韩贵的脑袋被砸破当场倒在地上 韩贵还没来得及搞明白怎么回事 就一命呜呼了 韩贵被打死在屋里 刘氏母子要把尸体运出去 会被人发现 不运出去的话 茅草房里早晚会因为尸体发臭暴露 最后刘氏让跟住把抗灶凿开 把韩贵的尸体拖进抗灶里去 然后再把抗灶封死 抗灶之下埋着尸体 刘氏母子依旧在抗灶之上安眠 一直到定兴县大旱来临 蝗灾又接踵而至 母子二人才混在逃难的人群中 闯关东去了奉天 到了奉天之后 母子二人经过几年打拼盘下了一家杂货铺 从此日子就有了保障 在奉天没有人认识他们 二人就以夫妻相称 并接连生下了两个儿子 刘氏母子在奉天生活得好好的 他们原本想这辈子就这样过下去了 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舅舅刘才竟然找上门来了 刘才的到来让他们极为恐慌 于是便想方设法弄走刘才 刘才得知真相后 为报复妹妹无情上报衙门 这才揭穿了这一桩骇人听闻的事情 按真相大白 奉天服饮案率要判刘氏母子凌迟 让柜子手割三百五十七刀 但是那两个孩子该如何处置呢 如果把此案上报刑部 刑部转交给道光皇帝 道光皇帝可能会将两个孩子也杀了 或者将两个孩子放了 所在辖区之内发生如此逆轮大案 自己罪则难逃 无论道光皇帝如何处置 自己都逃不了好果子吃 最后 奉天服饮采取了最简单的办法 他们将刘氏一家四口关在牢中 不给他们饭食吃 一直将他们四人全部饿死 刘氏母子四人饿死之后 他们的尸体被拉去焚烧 骨灰丢入盒中 刘氏母子的杂货铺和家产 给了舅舅刘才作为奖赏 奉天服饮这样做 是钻了法律的漏洞 如果上报此案 自己可能要受牵连 道光帝见到此案后 会追问奉天服饮为何不查 直到刘氏母子生了儿子后才知道 奉天服饮为避免这种危机 就依据大清律律 刑律 钻玉的规定 但凡在牢中死亡的 可以免于复役 此案就此结案 刘氏母子死不足惜 做了天下人最不敢做 最不齿的事情 但是两个孩子却是无辜的 他们一同被饿死 的确很冤 刘氏的哥哥刘才 其实也是个小人 妹妹不收容招待就告状报复 可见其心胸也是极为狭窄 无论如何 此案真是一件前所未闻的案子 刘氏母子之行 至今独来依然令人觉得毛骨悚然 不可思议 这是一桩清代很著名的案子 很多人都看过这个案子 很多人一直在责骂刘氏母子的行为 刘氏母子的行为的确有问题 但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会发现 刘氏母子应该有严重的心理疾病 甚至是畸形心理 常年的毒打和虐待 母子二人形成了人格障碍 在那种环境之中 渐渐地产生了同病相连 甚至趋向保护的心理 正是这种心理影响下 才造成了二人做出如此丑心 但是 刘氏母子毕竟是成年人 不论出于何种原因 都不该做出这种行为 基本的礼仪廉耻和伦理 是要坚守的 如果人人都这样 那人与禽兽又有什么不同呢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